出來玩記得這個 黃底黑字的借問站招牌 就算沒有事先做功課 也能來趟盡興之旅 將部觀光局在全台600處 設立這個借問站要提供旅遊諮詢 哪裡有好吃 哪裡最好玩 找到借問站就能問個清楚 包括食宿 遊購 行福 各種資訊都有 迎接國際遊客 還有多元語言服務 目前我們這邊有提供英文還有日文 通常遊客可能不外乎 有沒有廁所可不可以借個充電 或者是說我想要去這個景點 請問那個路怎麼走 625家的一個借問站裡面 可以提供外語服務的 有162處的一個借問站 會透過我們免付費的旅遊諮詢服務熱線 這個服務熱線就是有中英日韓 就是要向全球遊客宣布 台灣準備好了 重新啟動航班正常起降的淘機 也推出三分鐘 疫情一千天為電影紀錄片 宣告利用疫情期間完成22項設施診件 預算規模高達52.1億 從報到櫃台後機室診件 到空橋汰換 南北跑道重新刨鋪 就等著滿載遊客的各國航班 降落台灣 就在新宇航空員工也化身在地向導推出台灣景點短片 第一支北台灣篇 迪化街北海岸九份老街全入境 預告還將推出中台灣南台灣以及花東篇 拍片推廣台灣旅遊爭取國際遊客來台 從官方到民間全都動起來 近新聞 劉沛寧 陳志豐 採訪報導 拍片推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